竹山镇大安国民小学 接受教育部国教署和南投县政府辅导 执行107年度办理艺术与人文教学生根 结合地方主产业天然支援 落实艺术与人文教学生根计划 让学生对家乡的竹文化艺术的认识 丰富生活内涵及艺文教育的加根 学生们拿起砂纸 仔细将竹子表面抛光 这次的竹艺课程主要制作旗语棍 不仅可以用来当作乐器 相传也是南美洲传统旗语道具 也因此每位学生都相当顺重其事 不仅要将竹子表面抛光 还要在竹子上面装上豆子 让这支旗语棍在使用的时候 可以发出如流水般的声音 大安国校校长刘玉成指出 竹山是竹子的故乡 大安里是梦中竹和贵竹的重要产地 因此把竹子融入课程 透过竹编生活美学教学 将家乡的竹文化特色传承与保留下去 竹山里竹文明 我们大安也是非常有名的竹海风景区 为了让学生能够学习到我们地方的文化 所以我们特别商请竹艺协会的各个老师 进来校内把这艺术家把他们的专长 传承给我们的孩子 做竹艺的创作的一个学习 在大安国小其实小朋友是非常幸福的 我们开发了多元的课程 希望让小孩子从做中学 从小扎根 希望他们能够领略地方自美 爱上家乡 最后能够传承幸福 大安教导主任江惠满表示 感谢文化局在经费上的赞助 也感谢很多竹艺老师 愿意到大安来指导小朋友 每位学生都相当投入这项竹艺课程的学习 这个计划我们很感谢文化局给我们赞助 然后我们也很感谢竹生活文化 有很多竹山的竹艺老师来到大安国小 为我们参与这一次的所有的竹艺课程 一共十周的课程有竹灯笼 旗羽棍 有竹青蛙 还有美丽的轮口边 那我们孩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都非常投入 每周三下午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 大家都是收获很多 那我也跟着孩子们一起创作 一起学习 那我们都觉得竹艺在大安 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推广的活动 我们会持续向文化局申请 也希望这个计划带给小朋友很多的乐趣 与喜欢 学生们在上过竹艺课程之后都表示 对于家乡的产业有更深的认知 虽然在学习的过程上比较辛苦 但完成作品的时候都有很大的成就感 本来因为一开始我都没有很常接触这种东西 所以听到学校上竹艺课的时候 有点惊讶想说 为什么学校会办这种活动 后来做的时候过程很辛苦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刺到手 做那奇雨棍的时候要把钉子钉到那个竹子里面的时候 很大声是耳朵很痛 但是做完之后很有成就感 就是奇雨棍转的时候可以听到那种 参参溜碎的声音 那我很喜欢听那种声音 就会觉得心灵很平静 那我稍微很好睡觉 所以我也想带我去跟家人分享 校长刘宜成表示 为了落实学校本位课程 发扬族裔为学校课程特色 答案以一起玩族趣 知足常乐为计划主题申请 获得南投县107年艺文教育扎根计划合定 实施族裔教学 获得家长及社区民众的支持 希望家乡的族边艺术文化特色流传下去 达成族裔生活化的目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